西洋菜谱 哈喽 大家好 西洋菜谱 每周分享 今天分享椒盐猪排 主要准备的材料有 猪排大概一半半左右 配料有姜 红葱头 蒜头 青红辣椒 还有两条葱 配姜料油 椒盐粉 生抽 料酒 蒜粉 和少数肉 专用粉 猪排我们洗干净 沥干水 然后用几瓶吸一吸干水 然后用刀 在中间把它挤刀 旁边那些 边边不用 可以剪一剪开 多一多拍它 煎的时候不会转起来 用刀背 拍一拍它 让它比较松软一点 然后把它切开小块 切一点点姜丝 还有拿一条葱 把它切成小段 稍稍压压压烂 放水里 泡个姜葱水 用手把它捏一下 泡一下 泡干水的猪排 泡干水的猪排腌一下 放个两三汤匙的姜葱水 然后放入少许盐 两个茶匙生抽 一个茶匙料酒 一个茶匙糖 然后放入少许盐 买茶匙蛋 然后放入少许盐 mush emotion 然后把茶匙勺缺 ハム 放一点点油 把它锁一锁出味道 腌半个小时 我们把三粒蒜头磨成蒜末 把生沙粒头葱 切成碎葱花 跟蒜末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青红辣椒各要半个 切成小丁小丁 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腌好的猪排 我们现在 加一点点的小酥肉 尽用粉下去 大概三四个汤匙 把它捞匀 一点点半 不用浪费 有时候放太多 一点点放就不用浪费 上好粉以后 我们就把它摊开来 粉不需要上得太厚 这是薄薄一层 包住就行了 油锅里油温烧到150-160度左右 我们把裹好粉的猪排放进去炸熟 锅太少 要分两次的 大概炸个三分钟左右就好了 先把它拿出来 烘一烘干油 等一下再复炸一遍 我们全部炸好了 为了让它更酥更脆 我们再复炸一遍 再复炸一遍以后 这猪排冷了以后 它也不会回溶 好我们复炸完毕以后 先腻腻干油 锅里放入少许油 青红辣椒放进去 翻炒一下 把它炒香 大概炒个一分钟把它炒熟 然后把红葱头 葱花、葱花、葱花放进去 炒个三四十秒左右 开始有点干的时候 把猪排放进去 然后把它捞一遍 炒入一点点椒盐粉 一点点蒜粉 然后继续把它炒匀 哇,好香 如果喜欢辣的朋友 可以这个时候放点辣粉 把它烙到里 好,这样 好嘞 椒盐猪排出锅了 好,我们的椒盐猪排就好了 希望你喜欢咯 很好看 我可以吃的 永远 好好吃 感谢观看